大年30那天 我徒了不知道谁家满门 准备离开时 却发现桌子下有一个老孩 我蹲下对他说 菜 就多烈 下次再见面 我会杀了你 没想到他上来就跟我说 信号别搞 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因为我知道这个视频太长 不适合做片头 所以我直接拿一把刀 跟一颗糖摆在他面前 如果他选择了刀 说明他有杀心 四子断不可留 如果选择了糖 说明他城府极深 四子断不可留 如果他两个都选了 说明他比较贪心 四子断不可留 如果他什么也不选 说明他天生反骨 四子断不可留 我以为他会在生命中 留下最后一句话 结果没想到 他却选择了 小子啊 总之事情就是这样 看在我被蛋饭子老大 追杀的份上 不如就微玩50 500蛋壁 江湖救急吧 啊 这人也要了 老家母 我安卡 另一篇蛋壁 能不能换一种理由啊 你说这话谁信呀 记得了 有人之前 说的蛋饭子大本 最近把蛋饭子大本 听说 他把蛋饭子大本 赢给拆了呢 啊不是啊 现在这件蛋饭子 都这么拉了吗 啊对对对 说吧 玩卡 你要那么多蛋壁干什么 啊小子啊 这不是最近 圆圆子反炒了 刚好就差一点蛋壁嘛 哦 这样啊 玩卡 想要蛋壁 也不是不行 如果你能成功通关这张地图 那我就给你1000蛋壁 怎么样 啊 这要通关就能拿到1000蛋壁 啊放心吧小子啊 看我给你来一波速通 一段时间之后 哟 瞎话 小子啊 这就是你挑的地图嘛 这怎么看 都是一个普通的跑酷图啊 那算了啊 只要能拿到蛋壁 什么图都行 走你 嗯 阿圈 我怎么变成箱子了 而且变在我下面的这个是 东东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好 你天天用道具 干净的东方的 什么意思 这种的道具是早体验一下吧 那家伙 倒换天刚是吧 不过也不错啊 我早就看东东阳不爽了 这一次 就让我踩着他的头通关吧 虽然咱们变成箱子 但我依然能进行翻滚和呼跳 最前几关 我们只需要踩好羊头就能过 到了这里啊 咱们就能变成钩子 把东东阳发射出去 借助东东阳完成超级跳和翻越高墙 甚至还能玩点杂技 下一关啊 咱们可以变成传送球 只要把羊头扔出去 就能传送 我们甚至还能变成炸弹 用东东阳把炸弹物给炸开 不止这些啊 就连墨汁火力弹什么的都能变 好家伙啊 这是什么灵魂羊头啊 到了后面啊 我们还要变成地雷 把东东阳给炸过去 为我们打开传送门 还得变成弹板 把自己给弹过去 再变成弓箭射击按钮 从鞋帮上滑上去 就能过关啦 好家伙啊 没想到变成道具之后 这么好玩 还好啊 道具踩的不是我 果然我现在就收起来蛋了呀 通过小子给的蛋壁 我也是成功拿下了原子的皮膚 看着胖嘟嘟的身材 真是让人看了就也馋啊 我来 拿来吧你 你小子终于让我逮到你了吧 我好不容易收拾好的家 谁让你给弄我了 还在我家门口嘲讽我 我抱负你 可别当我们蛋贩子好欺负 今天不把我庄园修好 你就别想回去了 不是啊 大坟的老大 别搞坏人啦 救命啊